莎拉在后脚上要主人报道,为什么呢?因为她想要带来沙拉 美国的黄金列选叫做莎拉,她带这边已经五年了,可爱的模样让影片在网络上爆红 不过也有网友质疑莎拉其实是被主人逼着带抽签,为了证明她的主人录的另一段影片 只见一听到要去公园,莎拉马上在房间里横冲直撞,尾巴高速狂喘,看来她真的很爱荡周天 而最近的大风光明媚的胡编,这名叫酷博的车金犬,穿车身衣看着主人丢到水里面的球,不知道该如投赤 独人跳不下去,干脆赶她下水 半动作再看一次,四季水有作软的酷博,残妙的空中,在她和山水大弹一样,重重地摔到湖底 只能报上影片,通上网之后,短短两个礼拜就已经吸引超过两百万人次的观赏 转开口跳水的搞笑模样,还真是魅力无法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